我拜托平台爸爸别再限流和停止推荐了 这个年头说点真话是真的不容易 昨天我发视频说 某车企最近总是怼其他的自主品牌 有人给我发私信说 你就是偏谈比亚迪 私下比亚迪到底是怎么样黑别人的 我们还不知道呢 那我就特地和一位比亚迪的销售朋友 要来了内部的营销话说给大家看一下 里面特别提及了和问界M7的对比 里面明确说到了 华为和比亚迪同为国产优秀的制造企业 所以在设计问界M7的时候 要求一线的员工不能主动的提及友商和相应的产品 如果是客户主动问起来 只能客观的陈述事实 让客户自己去做决策 绝对不允许出现产品的对比和一些攻击性的话语 你看这个格局是不是立马就打开了 接下来内容无非就是些DNB自身的优势 比如说加速度油耗脱空性能等等 为了防止有人说我打广告 这里就不再具体给大家做展示了 以上内容全部都是真实有效的信息 绝无任何改变 如果有不相信 可以随便问一下你身边的网上网的销售人员 今天应该都收到了这个消息 其实我想说的是 新能源的目前市占率只有27%左右 还有超过7成的燃油车市场等待去开拓 自主品牌一定要团结一心 少一点勾心斗角和窝里横 尽量的把格局放得大一点 因为现在还远远没有到相互竞争的时候 好了就这样吧 同意的点个赞再走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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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